HELLO 大家好 我是Z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款遊戲 Miyabiya 它是一款水族槍的體驗遊戲 非常的療癒喔 繼續看下去吧 GO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款遊戲 Gria Miyabiya 對 這款遊戲呢 聽名字好像很帥齁 對 它是一款撈金魚的遊戲 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開始介紹這款遊戲吧 GO 進來了 進來這個畫面喔 現在看到的都是純藍的 所以看到一堆小金魚 你可以去跟它做互動 那這款遊戲呢 也可以更換背景啊 那它屬於 對 比較體驗類的一個遊戲 當然就是像你在水族箱裡面 哇 哇 有一堆的金魚啊 還有那個是鯉魚嗎 對 對 好多喔 有沒有 它飼料 你按過去之後 它們就會過去了啊 好像是欸 你看 我按了它們就來了 喜歡魚的朋友的話 應該就會很喜歡 欸 你看我這樣戳這個魚 然後魚會跑掉欸 嘿 嘿 我戳你你以為跑掉 哈哈哈 你看 跑掉了 你可以抓住它嗎 呃 不行 不行 我只能戳它而已 好 吐它它就會 那你戳它的時候手把會有感覺嗎 會震 會震 會 算不錯的一個設定 你看我一碰到它它就跑掉了 非常讓人家沉睡的一款遊戲喔 欸 那動動手把看還有沒有什麼功能啊 因為看起來的話它手把上面有一些介紹喔 喔 有照相機 可以照相 還有咧 喔 點出來它就可以 出來就是有照相機 的功能 可以對到就可以照相 那還有什麼功能呢 還有 喔 這個就是做那個 動圖用的 就是那個魚啊 然後可以直接變成動圖 那還有什麼嗎 其實 就是拍照跟錄影 對 療癒的一款遊戲喔 你看這樣越遠你一群 就會 它們就會不見 然後你這樣子靠近它們 它們就會出現 呵呵呵 它就是有一區這樣子 對 如果以後有加入更多的那種 互動 互動 魚種或者是 海龜啊 什麼的會更多 欸 坦白說應該是不會出像海龜啦 呵呵呵 有點太那個 因為 因為 像 在那個 它是淡水 因為 因為 像 海草 然後你說 要把海龜加進去這水土巷裡面 是有點困難的事情 水族箱的那個 蟻啊 如果說出現像是 鯉魚啊 鬥魚 鬥魚放下來全死 鯉魚王啊 鯉魚王啊 還有可能出現 鯉魚王欸 鯉魚王欸 或是拉普拉斯 就是撐龍 呵呵 那些還有可能出現啊 你說要出現海龜 可能不太可能 就是 鯉魚龜還有可能 哈哈哈哈 水面上有那個 可 可拿鴨啊 呵呵 呵呵 鯉魚王啊 然後可以 撈到就可以 帶回去鯉魚 你當你是撈金魚 呵呵呵 你看這麼可愛的魚 可是都不能抓 可是你可以跟它互動啊 這就像你自己在水族箱裡面啊 對不對 所以我想把喜歡的魚帶回家養 對 我是覺得它可以有 比如說做一個 撈到自己的水族箱對不對 對一個 水族箱功能 對啊 然後就是讓自己喜歡的魚 就把它撈進去 然後放進到自己的小 一個小的水族箱 然後一直養它 然後把自己的水族箱裡面呢 就是變成 全部都是自己喜歡的魚 對啊 對 這樣子的話也許也不錯喔 你要養紅龍 好啦 那這些鯉魚就死得死欸 呵呵 我都被吃掉 好啦 那 這一款遊戲 雪族箱 牙 就介紹到這邊啦 療癒系小品遊戲 推薦給大家啦 這遊戲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幫我們按個訂閱 或是上我們粉絲專頁幫我們按讚喔 每周一、二次我們會放上 心想好玩的生活影片 開箱影片 還有一些VR相關類型介紹的影片 那每周的三、五、六、六、六 我會放上 三分鐘介紹遊戲的影片 也專門就會介紹VR相關類型的遊戲喔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看到的遊戲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給我們知道 see you later 掰掰 掰掰